美国公布的B21设计图,如果说有哪个国家评论称美国已经落后,美军已不再是世界霸主,曾经引以为傲到美国战略空军也不再光鲜,相信美国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否认这一切。 但是要记住空口扶贫是很难让人信服的,俄罗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,虽然今年来俄罗斯一再声称要增加自身军事实力,然而由于军费等原因,整体实力并没有太多提升,甚至还在倒退,这不仅让人感慨话,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,而为了不重挡俄罗斯的覆辙,美国自然要用事实说话。 就在7月3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文称,目前美军B-21隐身轰炸机已处在关键审查阶段,在通过审查之后,美空军很可能将一次性购买约164架甘型轰炸机,这将未来美军战略轰炸力量有一个极大的提升,处于淘汰边缘的B-1轰炸机,不过按照美方的说法, 这164架新型轰炸机并非全部投入部署,这种于20架进行常规训练任务,24架作为备用机来使用,由此算来实际上部署执行作战任务的B-21可能将会打折到120架左右,虽然较164架总数量缩减不少, 但这120架从数量上来看,也已经足够满足美军威慑的需要,当然为了节省军费,美国在购买装备新型战略轰炸机的同时,还会缩减并财太一批早已老旧的B-1轰炸机, 而这批轰炸机至少约60架左右,对于已经处于服役的B-1来说高额的维护费,已经让美国空军早已不满,因此此次更新化大,也算是了却了其多年来的不满之情。 美军B-2轰炸机,说完了性价比方面的优势,还要再说说,B-21本身作战性能的优势,所谓B-21从命名上来看安美邦的说法,就是21世纪美国对新战略轰炸机,可见美军对该型轰炸机的地位还是非常准确的。 不过在这一项目直到2009年,才被10月美国国防部部长的盖茨批准,但当时最有信心夺得这一标书的反而是波尼和洛马两公司联手。 从综合实力来看,这两家家公司联手却是最强,但最终在2015年10月27,美国国防部宣布洛斯洛普和鲁门度的最终该项目,开始正式着手研制工作。 美军B-21与B-2轰炸机对比,不过此后几年该项目始终保持着极高的保密的状态,只有在2016年,美国还初步公开了该项目的设计图。 从外观上来看该机基本上就是B-2的升级版,白观极为相似,只不过更加流畅,按照美邦的说法这样的设计,充分保证了该型轰炸机的隐身性能。 当然从美方的要求来看,美军新兴空炸机也比必备的就是隐身性能,只有这样才保证打击的突袭性,不过除此之外,该机还要具备超高速性能。 这也就是美军要求的几小时内打遍全球的计划,但是至于究竟有多快,可能还要等装备之后,外界才能获得真实数据。 此次美军计划批量采购中侧面,已经证明该机距离服役可能无需夺日。 当然相比俄罗斯美国也真真实实的用行动,证明了美国绝不认输。 160多架战略轰炸机已经蓄势呆发,目前地球是要全面领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